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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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水的千千 今天又來到我們 想買卻又怕受傷害的系列了 你一定想說 不是前期週才出一集嗎 因為最近呢 對 沒有騙所以 我就又來開箱了 這一次呢要開箱的是好市多新出的產品 這個一出之後就很多人請我開箱 想必大家對這個LOGO一定非常有印象吧 沒有錯就是 以前小時候會覺得說 是比較貴博來品的瑞士三角巧克力蛋糕 我們來看一下它究竟是怎麼樣 它一個是499塊 重量是1000公克 也就是1公斤 熱量是372大卡乘以12 但想必我們在吃蛋糕 你就不要太在乎 但我還是唸給你們聽 來給它聽開一下 嘿… 天啊 打開那個 打開有一股巧克力的味道炸開耶 怎麼會這麼香 然後旁邊你看這個 這是瑞士 喔 這個香味我覺得可以 超重的耶 就是你上下一壓 它氣從這個縫縫 然後你就會被那個香味給噴到 來囉 對 大概就是長這樣 好像看不太出來蛋糕的部分在哪裡 形狀是蛋糕 但是看起來很像是巧克力的模型 它的保存方法呢 就是放在冷凍庫保存 然後它建議的食用方式呢 把蛋糕除去包裝之後 你可以室溫解凍 放在室溫下30分鐘 就可以直接吃了 對 那我唸幹嘛 你就是放著 讓它解凍你就可以吃了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而且它非常貼心的點是 它已經幫你切好 你不需要自己切了 中間那一層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然後上面這個應該就是 三角巧克力的那個凹凸不平的吧 最下面這個應該是蛋糕體本人 我覺得很好吃耶 首先我跟大家說 它咬下去的時候呢 有一股牛奶巧克力的感覺 在你嘴巴裡面化開 不是單純就是只有巧克力的感覺 然後吃起來其實滿滑順的 它中間其實有那個杏仁 杏仁脆片的感覺 所以你咬的時候其實會有顆粒的感覺 再來的話就是它最下面的那個蛋糕體 最下面的蛋糕體 我覺得吃起來的味道還滿妙的是 它有一點點的像 我們一般在吃提拉米蘇的時候 最下面不是會有一層消化餅乾的底嗎 但是它是比較鬆軟 有點潤潤潤的那種感覺 給大家看一下底的樣子 再來的話就是它中間有那個巧克力的慕斯 你們有看到嗎 它中間有巧克力的慕斯 你們有看到嗎 白白的那個就是巧克力的慕斯 我先說 它是螞蟻人才可以買的 來 鏡頭前面的朋友跟著我那一次 螞蟻人才可以買 你不要覺得好像很好吃耶 然後就去買了 再跟我那一次 而且我很喜歡它那個牛奶巧克力的味道 而且我一般對於那種美式的蛋糕 會覺得很死甜 雖然說這個也是很甜 但是你就是不會覺得是很單純只有死甜的感覺 我喜歡耶 是真的認真的喜歡 我們來試試看另外一種吃法 就是這個 盒子上的圖片有擠奶油 所以我們也來試試看 頭也擠一下了 我們來試試看這樣味道會不會變得 又更加美味了呢 我來試試看 擠上奶油沒有比較加分耶 因為它牛奶巧克力 其實本來裡面就有牛奶 就已經有蛋有奶味了 所以你在擠上奶油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好像 沒有到真的這麼的凸顯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對於口感上是有加分的 因為它這個呢 它的口感上是偏比較扎實要咬 所以你加上奶油就會變得比較滑順 這個甜到爆炸很棒 欸 是我會繼續想要加耶 因為我覺得加奶油之後 口感滑順的感覺真的很棒 你們有吃過瑞士的那個三角巧克力嗎 以前我小時候覺得啊 它在我心目中就跟小熊餅乾一樣 就是比較貴 所以通常呢 如果有人買這個給我的時候 我會想說 嗯 是不是想要做什麼事情啊 我覺得大家應該吃個一塊就會膩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這個人喔 膩的速度比一般人還要再慢一點點 我現在吃六塊我已經覺得 嗯 好像有點膩了喔 你就知道它有多甜 它沒有我甜啊 來搭一下冰淇淋應該會還不錯 就我現在光吃冰淇淋我就覺得天哪也太療癒了吧 整個人感覺就是不一樣了 我不一樣了 告訴你 我今天絕對是不能摸到我的頭髮 這種東西很容易沾到指甲 然後我又很喜歡摸頭髮 但我因為今天有洗頭 所以我今天要四十 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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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四十 四十四隻 反正我今天就是要捍衛我的頭髮就是了 所以我今天絕對是不能摸到它 這樣子 配上冰淇淋 唉唷 我用的爆開 配上冰淇淋 配上冰淇淋之後啊 你會覺得蛋糕的甜度下降還滿多的 不錯 大家有追那個 滑冰這一次的秋季的經典賽嗎 因為我個人呢非常的喜歡 我們家XXX 反正就是為了追這一次的比賽啊 我有跟直播 因為這一次官方它其實也有直播跟之前一樣 因為我當時人正在日本 是 所以是凌晨很晚的時候 那時候呢 等到XXX出場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有點昏昏欲睡 我就是 喔 很愛睡耶 結果那個短曲第一摔 就是 第一摔 結果那個短曲第一摔的時候 我本來是這樣子喔 然後一摔我就 立刻你知道整個精神都來 所以怎麼會這樣子 我們來幫它擺盤一下 最後一口 吃完了 我覺得說整體來說其實還滿好吃的 但是來再跟我附送一次 非螞蟻人不要買 對 很好 大家請記得購物欲要冷靜下來 因為我覺得它的甜度其實非常的高 如果你吃那個瑞士三角巧克力啊 你覺得很甜的話 我跟你說這個的甜度基本上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說 如果大家要吃的話 最好是一群朋友 然後一人一片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個甜度已經高到 我覺得很適合滴妹耶 我覺得滴妹應該會滿喜歡的 對吧 毒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 掰掰 去好市多怎麼可以不買幾塊 很燙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